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由钱引发的问题真的会可能改变你的人生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讲起 其实也不是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我们看这张难得的照片里 这是一个戴着手铐被抓起来的人 这五个人被抓起之前 其中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他是谁呢 他叫做西北赌王刘天顺 刘天顺这么一个人 我们今天就讲他的事情 他这个事情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时间线 刘天顺1956年出生 1956年出生 他出生之后 生在农村 那个年代 家里没有什么钱 他在1973年 就在17岁的时候 他因为犯了盗窃罪 被牢教了三年 在这个期间 他又曾经试图逃跑 又被加刑三年 这样他就一共做了六年的牢 从17岁开始 然后1979年 他放出来之后 他很快又参加了抢劫罪和盗窃罪 再次入狱了 这个关了几年没说 但是我们知道在1984年 他可能放出来的时候 他又犯了故意伤害罪和流氓罪 在那个年代 是中国进行严打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像他这种 就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 我们看这个时候 他年龄其实才二十几岁 二十八岁 不到三十岁 就被判了无期徒刑 然后经过监狱内表现良好 经过三次减刑 终于在2002年刑满释放 我估计这个原因 可能当时也是量刑过重 所以就觉得把它要放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看 他其实在监狱里 其实待的蛮久的 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三十年了 放出来之后 他没有什么事情做 这个时候 在2002年 他就开始了他的赌博生涯 他变成了一个赌徒 他先去了缅甸的孟拉赌场 在2002年 他赢了2000万 这2000万不是这个什么其他钱 人民币 2002年这个2000万 就是放在今天来说 也是非常多的 据说他出来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钱 因为他做了差不多一辈子的牢 他出来这个时候 四十几岁 他其实做了三十年的牢 他就没有停 他出来时候可能也就有几千块 据说他赢这个2000万 就是由2000块的本金开始打起 然后他有钱之后 在同一年很短一段时间 他就去了澳门 澳门他就把这个全部身家都输光了 然后并且欠了一个巨额的债务 在这个之后 2002年10月 他没办法了 他为了来钱快 就又跑到了缅甸 就是涉嫌一些 违禁药物的交易 在东南亚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很快做了一年 在2004年1月 早就盯上他了 在2004年1月就被抓 逮捕了 被人赃病祸 然后在2004年11月 就宣判了他死刑 差不多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然后他经过上诉 他希望尝试法律援助 看看怎么样 最终被最高法院 驳回了他的上诉 他维持原判死刑 在2005年7月 又过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最后他的机会就没有了 最终他是被执行了死刑 我们看他是五六年出生的 其实到他死的时候 还不到50岁 49岁就被判了死刑 之后就被执行了 执行可能是晚一点的时间 那这个人 这个50岁的人 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太多的影响 因为他所谓赌博生涯 其实从出狱到被判了死刑 只是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 没有什么影响 甚至在网上连个照片都没有 江湖上没有他的名字 但是发生这个事情 本身值得我们去考虑考虑 借鉴一下他的人生 他呢 这个刘天顺呢 他是出生在农村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没有什么钱 当然了 那个时候条件都不好 他从小没有读书 也不识字 所以他一开始盗窃 抢劫也好 走上犯罪这条路 也是比较正常的 因为他不认识字 没有什么能力 当然他又不想出卖体力 所以只能找一些捷径 但是他这个人非常聪明 他在监狱的时候 他坐了一辈子牢 他坐了30年的牢 他在里面呢 就其实一看一看书 懂得了一些基本的知识 会认识两个字了 而且呢 最关键的是呢 我们知道在监狱的时候 他学会了赌博 他呢 这方面是有一定的天赋的 他不是一个笨的人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只是没有这个机会 他在监狱里呢 据说跟大家这个打破坏牌 下棋 他一直是赢的 在监狱里的冠军 这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2002年出来之后呢 他是在西安 西安 所以叫他是这个西北赌王 他是从西安出来的 西安出来之后呢 他就没有什么事情嘛 当时这个社会也很难再融入了 也没有钱 这个也没有技能 也没有文化 怎么办呢 这时候呢 在他生命中呢 出现了这么一个三角形 西安 和我们南边的这个缅甸 缅甸的这个 一个边境城市 叫孟拉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沿海的赌城 澳门 孟拉呢 我们可能有些朋友知道 他是这个属于缅甸的 为这个 大部分是为中国人服务的 因为他是一个边境城市嘛 这么一个娱乐场所 有一点像这个澳门 赌博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得说产业支柱啊 他吸引的赌客呢 其实都是从中国来的 在孟拉我们知道 就是你用人民币花 和中国是一样的啊 他呢 没有什么钱啊 他呢 就是可能去找找机会啊 他呢 就带了几千块钱啊 他呢 就过了边境啊 去了这个缅甸的这个边境城市啊 孟拉 孟拉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地图呢 它其实就在这个云南的边上啊 我们过了一个边境呢 就是中国的边境啊 他这个孟拉呢 其实是得说一条路直接过去啊 等于说是一个 一个为这个中国服务的一个 在缅甸啊 一个城市是为中国服务的啊 很多时候我们也也见过这样的 这样的城市啊 他在边境城呢 其实不是为自己国家服务的啊 绝对是一个边境啊 做贸易啊 或者是做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个城市啊 这个城市呢 不大 他呢 开发的目的呢 主要是 为了欢迎中国人在这里消费啊 为这个 缅甸的国家呢 争取点GDP啊 其中呢 很大的一个项目呢 就是赌场啊 因为中国是禁止赌博的啊 我们要出国赌博呢 可能有些地方要去啊 可能去起来比较麻烦 消费比较高 又买机票啊 又住酒店啊 所以呢 孟拉这个地方呢 就成为了这个 中国一些啊 怎么说呢 这个草根赌徒喜欢的地方啊 这个地方呢 去的时候成本不是要太高啊 人民币呢 在那个地方也是比较值钱的啊 所以在那个等于是一个低消费旅游的地方啊 然后呢 这个刘天顺呢 就就去到那里啊 呃 他呢 呃 本身是一个这个很聪明的人 我们之前讲过啊 他虽然本金不多 但是他在缅甸呢 呃 这个孟拉赌场呢 他就打百家乐 打得很成功啊 他最后呢 用了几千块呢 足足赢了2000万啊 2000万人民币 呃 在2002年呢 这个2000万人民币是非常多的啊 呃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 这个千万富豪了啊 呃 想一想 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马化腾马云才有多少钱啊 2000万人民币 他绝对是一个 呃 可以说是超级富翁啊 他从这么一个 刑满释放人员啊 一个这个 没有文化的农民啊 变成了一个 这种超级富翁 呃 这个呢 是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 他完成了这个奇迹啊 华丽的转身 呃 这个时候呢 他有钱了呢 呃 当然就不一样了啊 呃 有钱呢 我们这个大手大脚啊 到处浪花啊 特别是他做了一辈子监狱啊 呃 他对这个女人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啊 他这个钱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 其实烧在这个女人身上了啊 呃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呃 他这个 把大部分钱 其实都浪费在女人身上了啊 但是呢 他这个赌博 其实还是挺成功的啊 百家乐啊 他一直在赢钱 所以呢 他花这么一点点也不怕 呃 后来呢 这个有钱之后呢 自然就 啊 我们赌钱的时候 就吸引了一些这个 这个喜马仔的注意啊 这时候有人呢 就 想办法把他这个 弄到澳门去赌钱啊 他呢 当然无所谓了啊 都是打百家乐嘛 哪里赌都一样啊 他有钱了呢 去澳门赌 当然可以啊 因为澳门整体的水平呢 呃 这个 呃 总是比孟拉要好一些的啊 呃 他现在有这么多钱呢 也是VIP了啊 呃 呃 但是很不幸呢 他在澳门呢 就 没有成功啊 一开始还赢了不少啊 但后来呢 呃 运气就 突然不好了啊 据说是刮了一场台风 呃 他没出门啊 这个再出门之后呢 他这个 呃 就 一路输啊 呃 不仅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一千多万都输掉了呢 而且呢 他甚至是 管别人借钱啊 到处借啊 因为他有这个实力嘛 也借了一些钱啊 呃 就说甚至呢 这个呃 西马仔的这个马良都拿出来给他 借给他用啊 他就希望翻本啊 呃 结果这个就不是很成功啊 呃 他在澳门呢 就不仅把他的所有的身家都输完了 而且呢 他也欠下巨额的债务啊 呃 呃 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一点走投无路了啊 他呢 就 想到了孟拉啊 呃 再回孟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缅甸这个地方啊 呃 各方面监管比较差啊 他呢 就 还是希望赌博啊 他就 主要是筹一点本金 呃 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起了这个贩卖伪禁品啊 呃 主要是海洛因 呃 到最后呢 啊 我们都知道了啊 呃 一年之内呢 他由这个几千块变成几千万啊 呃 然后又回到了这个身无分文啊 呃 这时候呢 他就铤而走险 呃 这个要开始贩卖海洛因 啊 到之后呢 到之后呢 我们结果都知道了啊 呃 这个 最后一个被一粒花生米结束了生命啊 呃 我们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 我们想看一看我们应该从里面学到什么东西啊 呃 我们学到的呢 我们学到的呢 应该是不仅是在一副牌里我们要止盈和止损啊 在我们这个赌徒的整个人生中呢 我们也要非常注意止盈和止损啊 呃 我们都知道呢 呃 键盘上我们有两个键啊 这个Ctrl C啊 和Ctrl B啊 这个是什么呢 呃 这个叫复制粘贴 呃 很多人都觉得啊 这个复制粘贴啊 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个以前的复制下来啊 我按一个键啊 一键就是把之前的复制的东西呢 再出现了一遍啊 我就不停的按这个键 我就可以复制很多次 这个呢 是很多人的想法啊 特别是中国人 他觉得自己可以复制成功 我们经常看到呢 呃 有一些地方啊 这个诈骗之乡啊 说这个地方呢 是专门是做这个 呃 电话诈骗的啊 呃 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专门做相亲诈骗的啊 呃 另外一个地方呢 是重金求子啊 就是做一样生意的啊 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 呃 因为我们中国人 大部分人想啊 呃 如果某一个人啊 他这个地方村里的人啊 他做这个事情发财了啊 大家都看得见 那么我们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呃 就是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吧 对吧 啊 他能赚 我们也能赚啊 最后搞到呢 最后搞到呢 整个村都是做这个的啊 整个地方都是做这个的啊 呃 大家不会想一些别的东西啊 我不停的做就好了啊 呃 我做一次 他做一次赚了一块钱啊 我做一百次赚了一百块啊 一千次赚了一千块啊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啊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之前讲过一些事情的复制性可复制性啊 呃 很多人不注意啊 呃 为什么啊 这个刘天顺呢 最终从这个没有钱啊 变得有钱啊 后来又输光了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呃 我觉得根源是他没有读过书啊 呃 有些人说哎呃 人家没读过书 人家赢了两千万啊 呃 其实正是因为他没有读过书啊 他对这个风险的控制的意识不强 呃 他并且也这么走到一个绝境啊 他说我只有几千块了啊 这个几千块 呃 有和没有对我来说不能改变我的人生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完全放下了一种恐惧的心理啊 他可能这个打得比较勇敢啊 当然也可能人也比较聪明啊 这个和我读书无关啊 他没有读过一天书呢 他把家老赢了两千万 呃 但是呢 啊 这个弊病呢 没有读过书的弊病呢 就出现在他赢钱之后 啊 他呢 并没有 在赢钱之后呢 进行进食的止盈啊 这个重新规划人生 他用一种简单的复制粘贴的方法 我赌钱 这个赢就好啊 我要更多的钱 我就赌更多手的百家乐啊 所以呢 在这个之后呢 在他出现没钱的之后呢 呃 他没有去反思啊 赢钱时候也没有反思啊 输钱之后也没有反思 呃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一味的打啊 一味的冲 正是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啊 所以我觉得他赢钱原因就这个原因啊 但是他正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 他输钱的原因也是这个原因啊 他没有这种理论上的止盈止损啊 这种价值观啊 他没有这个啊 他只知道一味的打 呃 聪明是一回事啊 运气呢 呃 也是另外一回事啊 而且本金呢 呃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他最后呢 就是本金没有了啊 本金没有怎么办呢 他很简单啊 我还是要拿本金啊 我再去赌 呃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呃 他就没有进行合理的止损 因为他呢 呃 本身这个钱输光了啊 他其实回到了原点啊 他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啊 他借了更多的钱 下更大的柱去赌 所以呢 造成自己负债这么多 到最后呢 逼不得已啊 想要快速筹集本金的时候呢 呃 他就选择了贩卖海洛因这条路啊 呃 当然了 这个是很不成功的啊 最后失败了 呃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完呢 我们看看我们从里面学到了什么啊 呃 打百家乐呢 有时候我们说啊 一削牌 啊 和你在一年 整个的打百家乐过程中啊 甚至是你整个百家乐的生养啊 我们都要记住止盈和止损 这个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呃 我之前也说过啊 这个 有时候呢 啊 这个 我自己也好啊 我自己曾经有这么一个事情 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 有一天我在赌场地上捡了一个五块钱的筹码啊 我就用这个五块钱打打打啊 呃 我赢了差不多五千块啊 呃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啊 如果你有 这个一万块啊 你能不能赢这个一千万呢 嗯 这可能就比较难啊 呃 我有一百万 我能不能赢十亿呢 这个就非常难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钱少的时候能做到 而钱大时候可能做不到呢 呃 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 正是因为我们不会像一些 这个刘天顺这样的啊 我们一味的往前冲啊 这时候呢 我们在心理上发生了变化啊 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啊 发生了恐惧啊 发生了担心啊 呃 或者呢 是说发生了这个贪心啊 然后我们又把这个钱输回去了 所以呢 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一削啊 在改革了一段时间 甚至一生中 我们都要学会合理的止盈之损 当时呢 如果刘天顺呢 他真要有这么一个概念啊 有人就告诉他一下啊 他可能呢 今天不会是这样啊 那个时候两千万呢 如果你及时的止盈啊 你做点什么呢 呃 不至于到最后啊 这个 把命都混丢了啊 呃 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讲的啊 百家乐止盈 止损的重要性啊 呃 我们不仅是要在排力止盈啊 我们是要整个在 我们这个思想中有这个意识啊 又有止盈止损的意识啊 又有正确的价值观啊 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呢 也给大家讲过啊 讲完这期视频呢 呃 我就开始正式的给大家讲一下啊 百家乐的止盈和止损啊 呃 讲一些理论啊 然后讲一些例子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呃 谢谢大家收听 欢迎您订阅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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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留言